大家好,各位平心,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台山商會中學的同學 我們今次參加美食就在香港的行程設計比賽 首先就是第一天 我們首先會安排行程中的旅客入住香港魚景灣酒店 位於香港大魚山的一間四星至五星級酒店 如果在香港旅遊法治公中的酒店評級標準來說 它也算是一間鴨級高價酒店 首先我們去到酒店check-in後 第一餐早餐我們會去安平的食物房 這是很典型的,即是吃中式廣東菜的美食 之後吃完一個早餐之後 我們可以去周邊的景點會看到 例如是一些昂平三屋寧的攬車 昂平裡面的市集 還有很出名的天壇大佛 這些全部都是昂平附近的很出名的景點 我相信是很多來自香港以外的旅客 會非常喜歡的 之後我們就會看到 由大魚山到我們下一個景點 我們會去黃竹坑 黃竹坑做什麼呢? 一陣性最二字外港 我們就會由東沖站 乘港鐵去黃竹坑站 因為我們現在是假設 我們是一些自由團 不會有旅遊巴去接送 就要適合在香港的交通工具 所以我們接下來 其實我們很多的交通工具 都會選擇用港鐵這個交通工具 作為代步 首先就是東沖去黃竹坑 然後再去黃竹坑 步行七分鐘 就會去到我們下一個景點 華富邨 華富邨最出名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個昂能都冰室 它是位於華富一邨 當中吃什麼的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一些很典型、很港式的茶餐 例如裡面有什麼呢? 可能是一些 吳香玉丁、沙丁牛肉麵 又例如可能是一些蛋撻、菠蘿包 大家想像到香港的食物 外國人想像到香港應該有的食物 相信都在裡面 而當中華富邨除了吃的之外 也是一個年輕人 甚至是適合所有年紀的人 因為當中好像已經看到 左邊的圖片 是一個很典型的樓梯級打卡點 當中華富邨也有不同的打卡點 而提提大家 華富邨看日落是很漂亮的 之後我們再看看交通方面 由黃竹坑再到銅鑼灣 就會到我們下一步 大約是港鐵 16分鐘 然後在B出口補行 11分鐘 去到我們下一個景點 就是 順其避風堂海鮮美食 相信大家都看到 這是一個海鮮美食 即是很出名的 避風堂裡面 可能是其他地方 很難吃到的海鮮 更加重要的是 它在海裡 在船上吃 特別有風味 相信其他外國人都會特別喜歡 而當中 吃完一個晚餐之後 去到旁邊的景點 銅鑼灣大家可能會想 好像有很多 在香港作為一個石市執林 銅鑼灣好像沒什麼行 很多都是大型的公司 這個未必顯現到香港的特色 不過 有一件事 我相信其他地方是很難找到的 就是 被譽為丁丁車的電車 來到香港的旅客 如果他成立電車的時候 就可以留意到 香港別有一番夜景 而這也是其他地方 難易吹堤 重入了中西匯瑞 也有古舊 以及創新文化的一個景點 而這也是其他地方 很難取代的 之後我們去到第二天 首先我們繼續遊回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廣式茶餐廳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的廣式茶餐廳 如果是午餐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很常見的廣式茶餐廳 右邊有下午茶、薯條、公司三文治 早餐當然有剛才提到的沙滴油麵、香菇丁麵等 之後就說說這個交通 這個交通比較特別 因為它要回到東沖站 大約要坐的士 因為開車是26分鐘 大約16.5公里去到東沖站 東沖站後再坐大約55分鐘車席 去到另一個是平山的平山 去到平山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吃什麼 當然是吃盆菜 這也是其他地方很難取代的地方 在香港吃盆菜最出名的一定是平山 因為是當地真正圍村風味 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其實去到元朗平山吃完東西或是吃東西之前 其實旁邊平山只有兩個很有名的景點 一個叫聚星豆 另一個叫鄧氏宗寺 先說一下聚星豆 在一座樓 其實已經有很多年歷史 鄧氏宗寺更加是 在裡面有很多 可能是早幾百年前的一些 例如在科具或是京市 那些是前朝流下來的物品 是非常有歷史價值的 而在現今很多時也會有不少的電視機 也會在這個地方取景 所以是非常有歷史價值和意義 然後我們再去下一個景點 說一說交通方面 就是由平山去佐敦 又是大約50分鐘的港鐵車程 然後在佐敦的A出口 然後就暴行大約兩分鐘 來到我們下一個景點 就是廟街 廟街大家都知道 裡面有很多東西 例如小販的攤檔 裡面會有 經常大家想到的東西都有 可能是一些食品 可能是一些背殼 可能是會有看相 一般都是香港地道的商店 當中還有一些美食 例如相片看到的就是河餅 還有一些很有名的 例如一款煲仔飯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很有名的香港小食 當然還有裡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當地人 會在這裡唱一下粵劇 唱一下廣東籃球 其實這個是很香港風格的一件事 然後就說回我們 回酒店 由這個佐敦回到甄澳 大約31分鐘就回酒店了 然後是第3 首先去這間咖啡 其實很簡單 就是如景板酒店 報行5分鐘就到了 根本就不需要搭任何的交通工具 然後 再乘搭的士去到東涌或珍澳 然後再乘搭42分鐘的車程 一個港鐵車程去到沙田 沙田之後再報行10分鐘 去到我們第3的另一個景點 就是龍華酒店 其實龍華酒店 其實以前曾幾何時 真的是一間酒店 只不過去到上世紀的80年代 轉型就純粹以一個參觀的形式來運行 很多時候 例如一些名人都會經常去 例如 以故的武俠小說作家金蓉先生 其實有一段時間在龍華酒店 常常去作武俠小說 有例如前武代港督彭鼎湯先生 其實也是這間酒店的上客 裡面其實有很多美食 例如這個乳鴿 就是作為這個燒排菜 其實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在上那間酒店或現在叫做餐館的過程裡面 其實裡面是養了有甲 有養了孔雀等等 其實都好像有一個半個動物園的感覺 所以是挺有特色的 我會用來 然後再回到山田的港鐵站 然後再達20分鐘的車程 去到深水埗站 深水埗站也是我們最後的景點 就是在北河街裡 還有一間叫做公和豆品廠 裡面有很多豆腐、煎養豆腐、煎養三寶 甚至是豆漿 其實都很有名 這些都是其他地方比較難找到 而它又是可能是豆漿是寂寞的 這些就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東西 這個也是我們最後一個景點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組人的分享 感謝大家的收聽和觀看